哈囉大家好,這裡是陳妮斯登里 哈囉大家好,我是Mia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奧林巴斯的變焦膠片機 Stylus Zoom 2084 Stylus系列出過非常多的相機 包括我們在馬來西亞介紹過的MU2 那這個Stylus Zoom代表的是它的變焦機型 我們可以根據後面的數字知道它的最大變焦倍率 比如說我手上這一台是Zoom140 就代表它變焦的最長焦距是140 這個相機的有趣之處就是它這個非常誇張的變焦結構 哈囉 哇,超遠的,哇呀,簡直是在望遠鏡看人 對,側臉,好 3 2 那麼這台傻瓜相機的變焦功能到底能有多離譜呢 哇,上海可以看到蘇州耶 嗯? 月亮上,原來沒有住人啊 啊,今天的這個國際空間站運行狀態也非常的平穩啊 對面那個酒店怎麼幹壞事都不拉窗臉的啊 那在功能上的這台相機的操作也非常的簡單 功能也非常的直觀 通過這個變焦按鈕我們可以幾乎無極的方式 就是調整38到140毫米之間我們任何想要的焦段 閃光燈模式也提供選擇啊 可以強制的關閉閃光燈 也提供了像是防紅眼、夜景閃光、強制閃光等等選項 那這台相機最有趣的一個功能就是後面的這個Panorama的選項 把這個畫幅上下兩邊遮住啊 就變成一個35毫米的全景畫幅的一個照片 好像也是剛才可以雖然有一個玉璽的一種 property 那是最終最早的 dat的功能是非常非常好的 能量的新闻有的日子 因为这个相机操作非常的便捷 那拍摄的时候呢 实际上体验是非常的忘我的 我只要担心这个选择胶段跟构图的事情 它的取景器内部并不提供任何的额外信息 取景器外部有绿灯和红灯 分别告诉我们对焦是否准确 以及当前环境光是否不足 闪光灯会自动开启 那除此之外呢 我只要担心构图就好了 我只要担心的颜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如果一直有在看这条胶片摄影支线合集的内容 会发现像这样的小型胶片GPS相机 我们已经介绍过特别多了 那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如果大家希望我们继续这类的话题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这里是陈希斯特利 我们下期再见